那时耶稣又在海边开始施教 大批群众聚集在他周围 他只好上了一条小船 座下 群众都在海边地上 耶稣用比喻教导他们许多事 他教导他们说 你们听着 有个杀种的出去杀种 他杀的时候 有些种子落在路旁 非了来把他们吃了 有些种子落在石头地上 因为泥土不深 很快发了牙 可是太阳升起来 就被晒焦了 又因没有根 很快就枯毁了 令有些种子落在荆棘中 荆棘长起来 把他窒息了 没有结果实 还有些种子落在荆棘中 长大成熟 结了果实 有的三十倍 有的六十倍 有的一百倍 耶稣说 有以能听的 听罢 当耶稣独自一人时 跟从他的人 我那十二人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他对他们说 天主国的奥秘 以赐给你们之道 而对那些外人 一切都用比喻 使他们看却看不见 听却听不懂 以免他们悔改 而得赐面 他对他们说 你们不能明白 这个比喻 又怎能明白 其他所有的比喻呢 杀种者杀的是话 那杀在路旁的种子 是指人听了这话 撒但马上来把 杀在他们心中的话 奪去了 那杀在石头地上的 是指人听了这话 立刻欢喜地接受 可视他们没有根 只坚持信间 一旦因这话 遇到困难或迫害 他们便立刻跌倒了 那杀在京激中的 是指人听了这话 但世俗的焦虑 财富的迷惑 及种种欲望尽来 压制了这话 结不出果实 那杀在好地里的 那杀在好地里的 是指人听了这话 就接受了 并结了果实 有的三十倍 有的六十倍 有的一百倍 有的两千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